世界上星级最高的宾馆,想来大家都听说过,那就是位于迪拜的帆船酒店,是于国内的最高级别,目前则是五星级。不过,其实在我国,还有一处宾馆虽然没有级别,但是却是公认的国内最尊贵的宾馆也是最神秘的宾馆,它就是钓鱼台国宾馆。 钓鱼台国宾馆位于北京市的海淀区东侧,这里是一片古代的皇家园林,以及部分现代化的宾馆建筑群。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地位最高的宾馆,这里一般不接待普通客人,是我国国家领导人进行外事活动的场所。 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的一座超新级宾馆,基本只接待各国的元首和非常重要的客人。 该宾馆于1959年建成,至今有着将近70年的历史,在此过程中,钓鱼岛国宾馆的客人不超过1500位。 钓鱼台国宾馆位于北京西郊最著名的一处园林,当年听过的皇帝都曾经在这里铸台垂钓过,这也是宾馆名称的由来。 在钓鱼台国宾馆附近,还有很多我国知名的建筑,比如中央电视台、世界派等等。 钓鱼台国宾馆的面积比较大,全部的面积加起来为42万平方米,但建筑面积则是16。5万平方米。 从今朝到现在,钓鱼台国宾馆已经有了800多年的历史,钓鱼台附近的风景,也是非常美丽,满目所见之处,都是精美的建筑物和鱼池、绿柳、竹木石桥等等,令人心旷神疑。 在清朝的时候,这里还成为了皇家园林,是皇族的行宫,因为地位特殊的关系,在钓鱼台宾馆附近,全天每一个点都有武警在附近巡逻,毕竟住在这里面敌人身份都很重要,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。 钓鱼台国宾馆也是我国唯一一个不开放的宾馆,任凭你在有钱,如果没有收到邀请也不能入住。 时至今日,钓鱼台国宾馆也早,已经成了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,象征着我国的代客之道,展示着我国的风范。 其实,钓鱼台国宾馆的风格,谈不上金碧辉煌,但是,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宾客,都对钓鱼台国宾馆赞不绝口,认为这里的氛围非常好,并且宫廷宴的美食,也让人回味无穷。